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生活中存在许多苦恼和不可控因素 我们每个人难免会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也经常会遇到崩溃的事情 发火,发怒,发飙都是生气的表现 但无论你和谁生气,受伤的永远都是自己 生活本来就充满烦恼 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 无需顾虑太多,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否则可能会造成一些让你后悔莫及的事 别因一时冲动而后悔 有一天,一个小和尚挑着水桶去打水石 踩着石头差点滑倒,被吓了一大跳 但辛辛苦苦从大老远打来的水全都洒光了 他一时发怒,大力踢那块石头 这时,不但人摔倒了,水桶也摔破了 事后,禅音大师对他说 你先坐下,我给你讲个故事 平息一下情绪,冷静一下 否则你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 禅音大师开始讲述 曾经有一只骆驼在沙漠中行走 正午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晒得他又饿又渴 焦急万分 满腔怒火无处发泄 就在这时,一块玻璃瓶的碎片 把他的脚掌弄破了 疲惫的骆驼顿时火冒三丈 抬起脚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 却不小心将伤口加深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沙子 生气的骆驼一瘸一拐地走着 很快,血迹引来了在天空中盘旋的秃鹰 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 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 无力的骆驼在仓皇中 跑到一处石人椅的巢穴附近 被鲜血吸引来的石人椅 黑压压地向骆驼扑过去 不一会儿 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漓地倒在了地上 禅音大师对小和尚说 你知道骆驼在临死前 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此时,小和尚终于明白过来 说骆驼最后悔的是 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碎玻璃生气 禅音大师说 徒儿,你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一定要先平息自己的情绪 冷静对待 否则容易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 明白吗? 在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 遇到不开心的事 我们需要冷静 理智 更需要放宽心胸 善待生命 善待他人 善待自己 成就人生大事 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和忍耐力 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地克服每个困难 走向成功 喜怒哀乐 人之常情 为什么有的人会怒气冲冠 寒风骤雨 而有的人遇事总能和颜悦色 春风话雨呢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我们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呢 生气时 多想想自己的时间 有个小青年 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 都会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 不管房地有多大 只要想生气 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 直到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老了 他的孙子问他 阿公 你已经年纪大了 不能再像从前一样 一生气就绕着土地跑 为什么您一生气就绕着土地跑三圈呢 已经老了的小青年说 年轻时 我遇到不愉快的是容易生气 就绕着房地跑三圈 这样可以保持情绪冷静 边跑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少 我哪有时间 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 一想到这里 气就消了 否则怕因为生气 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们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时 要懂得如何为自己寻找适合抒发情绪的通道 然后冷静下来 找出让我们生气的原因 从这些原因中找出最主要的问题去对质 下回再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知道该如何处理 调整自己的情绪 能有效地控制自己 也就没有原来的火气大了 在生活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情绪冲动的经历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情绪冲动 归咎于他人的不适 认为是他人愚笨 无理 过分 总之都是别人惹得我们如此生气 其实 外在纷繁的人事物 只是一些缘而已 导致我们情绪冲动的原因在于 我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心 不开心的时候 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 还有多少时间够你作俭 你开心这一天过了 不开心这一天也过了 想明白了 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 人这一辈子 谁都逃不过七情六欲 有喜有乐 就会有怒有悲 而其中 最要不得的就是怒 愤怒 就像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焰 不仅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 反而会烧坏你的清醒和理智 烧坏别人对你的信任 生气是最无用的发泄 生气是一种最无用的发泄方式 在人生中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自己的脾气和情绪波动 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我们往往会情绪失控 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和生气 然而 无论我们因何而生气 最终受伤的还是我们自己 有一个心理学上著名的效应叫做 野马结局 据说在非洲的大草原上 有一种吸血蝙蝠经常附在野马的腿上吸血 有些野马并不在意 但有一部分野马会变得烦躁不安 他们互相踢打 私教 试图摆脱身上的蝙蝠 然而越是这样 他们越无法摆脱 而蝙蝠们则满足地吸饱血液后离开 而野马则在愤怒和流血中死去 经过动物学家的研究发现 蝙蝠吸取的血量非常少 远远不足以致死 真正导致野马死亡的是他们失去控制的情绪 这个故事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情绪控制的思考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也像那些野马一样 过于情绪化 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失去理智 然而 生气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显然不能 生气不能让别人理解和宽容我们 情绪是有代价的 而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当我们遇到糟糕的事情时 急躁地在别人面前发泄脾气 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外 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 没有一个亲人会喜欢看到我们经常发脾气 没有一个朋友会忍受我们的负能量 更不用说会有一个爱人 愿意一直忍受我们的 情绪暴力 此外 所有情绪失控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大的会对生命构成威胁 久而久之 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正如舒本华所说 对别人的行为动怒 就像对路上 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一块石头 大发脾气一样愚蠢 生气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有在冷静下来之后 我们才能淡定地应对糟糕的事情 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控制情绪 让自己冷静下来 当我们面对挫折和不愉快时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 理智的分析和处理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 冥想或其他放松技巧 来帮助自己平静下来 只有在冷静的状态下 我们才能更好的思考和行动 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 以宽容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他人 在生活中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生气是没有意义的 它只会让我们陷入痛苦和负面的情绪循环中 相反 保持冷静 平和和宽容的心态 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我们都应该以理智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 展现最好的自己 并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人生 二 有一种聪明 叫冷处理 有一种聪明 叫冷处理 这句话告诉我们 在生活中 遇到让人愤怒或失望的事情时 保持冷静处理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个预言故事 告诉了我们 冷处理的重要性 故事中 一个人得到了一把珍贵的紫砂壶 对此非常高兴 并将壶视为珍宝 然而 在他睡梦中 不小心将壶盖打翻 导致壶盖破碎 当他醒来后 愤怒和心疼交加 觉得壶盖已经毁了 壶身也就没有了价值 于是 他一怒之下 将茶壶扔出窗外 然后继续入睡 然而 第二天他才发现 壶盖其实掉在了棉鞋上 并没有破碎 他后悔不已 但后悔已经无济于事 于是他愤怒地将壶盖踩碎 然而 当他走出门时 他看到昨晚 扔出窗外的茶壶 完好无损地挂在树枝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情绪激动时做出的决定 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有时我们的愤怒或冲动 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而后悔也无济于事 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冷静处理问题 在遇到让我们生气的事情时 我们可以深呼吸一口气 或者暂时离开一下 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平静情绪 一个很好的建议是 在冷静下来之后再做出决定 相信我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后悔 冷处理的好处在于 它不仅是最快的处理方式 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回旋的余地 当我们爆发恶劣情绪时 不要急于做出决定 而是将事情放在一边 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 可以是三十秒 三分钟 三小时 甚至是三天的时间 在怒气消退后 我们可以以理智的态度 重新思考问题 并妥善处理 冷处理 让我们有机会冷静思考 避免冲动和情绪的干扰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当我们能够理解和应用 冷处理的原则时 许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就能够轻松地被化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以平和 理智的态度解决问题 避免因情绪波动 而导致的冲突和后悔 冷处理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 保持内心的平静 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积极和幸福 所以 让我们学会冷静处理 不让情绪左右我们的行动和决策 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时 保持冷静和理智 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处理情绪 然后以冷静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这样 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 避免后悔以及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和谐的生活 三 认他气急败坏 我自悠然如故 我们的情绪 好比一块未定型的橡皮泥 学习 工作 生活 别人的行为 说过的话甚至一个眼神 都可能成为改变 情绪 这块橡皮泥的外力 但我们不能任由自己情绪化 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伸出手去 用更强大的外力 把情绪努力塑造成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作家哈里斯曾陪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 买完后 朋友礼貌地向摊贩说了声 谢谢 但摊贩冷脸相对 一言不发 哈里斯健壮 有些生气 这家伙态度很差 不是吗 朋友不以为意 他每天晚上都这样 哈里斯觉得奇怪 又问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 朋友回到 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 是啊 为什么要让别人的恶意 左右你的情绪呢 生活里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生气和吵架的时候 脑子里一片空白 事后才想起来该怎么去应对 然后更会突然发现 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生气 一个懂得控制自我情绪的人 是不会轻易受到对方情绪影响的 宋代高僧佛印便是如此 他与苏氏是至交好友 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 参禅论道 一日苏氏亲往金山寺寻佛印下棋聊天 还未进门 就高声喊道 秃驴何在 屋里的佛印听了 心生不悦 觉得如此称呼很没礼貌 但他没有马上动怒 只是手指远方山坡 淡然回击道 东坡吃草 你问我 秃驴在哪里 我就告诉你在东边山坡上吃草 东坡也是苏氏的号 一语双关 其实是在回骂苏氏才是驴 短短一句话 轻易反败为胜 既为自己解气 也气死了对方 当被人随意对待时 一旦动气 毁掉的是自己的思考能力 与其生气 不如像佛印一样 面带微笑 礼貌回击 任他气急败坏 我自悠然如故 四 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陈丹青说过一句话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 因为我认为没必要 有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 但我不生气 不代表我没脾气 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 我可以告诉你 我并非良善 每次和别人起争执时 先让大脑冷却下来 等有余力了 再该处理的处理 该还击的还击 童话大王 郑渊杰 早年间参加过一次作家笔会 笔时 某位苏联作家写的一部散文集正畅销 闲聊间有人问他是否读过 郑渊杰并没看过 于是就照实说了 没想到对方大惊 站起来大声说 你连他的书都没看过 那你怎么写作 面对这样的羞辱 郑渊杰却很淡定 等笔会开始 轮到他发言时 他说自己最近在看库斯卡亚的书 特别受启发 问大家有没有看过 看到在座的各位纷纷点头 他这才缓缓开口 这人是我瞎编的 以子之毛 公子之盾 依据对方讲话的套路回应他们 言辞中没有任何的愤怒之情 却依然能让对方哑口无言 而这样的回应 远远比直接回击和指责要高雅得多 无能的人会因别人的轻视和贬低 而生气发怒 而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默不作声 就把事情解决了 还能让本身力气重的人更加生气 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如果有人冒犯 就拿出实力 让他知道你的 不好惹 其他时候 学会不生气 不动怒 在纷扰中学会宠辱不惊 在错乱中学会移情养性 在冗杂中学会平息怒气 欲恼不恼 欲怨不怨 欲愁不愁 以平和抵御怒气 以理性操控情感 以不生气的智慧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快之事 如此 余生方能在世事纷扰中 找到一片清静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